世界真精彩,赶快看一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8月31日的开录者快看新闻 面对关于离开阿富汗的棘手问题,包括留在后面的美国人 乔·拜登总统今天向全国发表谈话 讨论美国在结束阿富汗20年战争后的前进方向 美国空军的最后一架运输机在阿富汗当地时间周一深夜11点59分从喀布尔起飞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随即宣布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作业已经完成 同时撤离美国公民的军事任务也已经结束 而这也标志着美国撤军行动结束 以及长达近20年的阿富汗军事行动结束 据悉,该撤离行动成功地从阿富汗空运了超过12万人 但仍留下了100多名美国公民 而在塔利班接管该国后 已经将今天定为美军结束撤离和撤出剩余部队的最后期限 拜登在周一的书面声明中表示 军事指挥官一致赞成结束空运而不是延长空运 他要求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与盟国协调 让塔利班履行承诺 使美国人和其他想在未来几天离开阿富汗的人安全通行 拜登因为处理最后撤离行动而受到强烈质疑 特别是来自共和党人的批评 今天拜登对此也发表了谈话 政治观察家认为 拜登现在面临的压力 还包括阻止基地组织在阿富汗重生 以及压制其他组织构成的威胁 例如伊斯兰国的阿富汗分支 塔利班虽然与伊斯兰国是敌对关系 但是仍然与基地等极端组织有联系 从2001年至2021年 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 导致美军2200多人死亡 约2万人受伤 花费超过2兆美元 历经了四位总统 是美国在海外进行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 伊利诺州一间著名的静信教会 牧师辞职 因为他被指控涉嫌掩盖 该教会前青年牧师 性侵未成年人的事件 伊利诺州罗克福德市 北爱静信会的一名前青年牧师 日前被起诉 一名教会女会友指控该名牧师 在该名会友15到17岁时 对她实施了长达三年的性侵犯 与此同时 该名女会友也表示 在教会任职的金斯伯里牧师 和其他教会同工 明知道这项罪行 却保持沉默 并且任由犯罪的牧师 继续留在教会负责青年事工 最近 被指控包庇的金斯伯里牧师 宣布辞职 但是他在离职前表示 他没有包庇教会中的 任何罪行或丑闻 在他侍奉教会的期间 一切教会的大小问题 都是尽可能公开 而且透明的处理 现在这起性侵诉讼 被分配给伊利诺州 第十七司法巡回法庭 将于9月1日开始审理 北爱进行会 过去也有成员涉及性侵案件 一名教会前雇员 查尔斯塔克 犯有四项 对13岁以下儿童的 严重性侵刑案 被判处终身监禁 北爱进行会的指示团队 目前正认真的调查 这些指控事件的真相 同时 北爱进行会的网络聚会 已经暂停 不过 该教会仍然有工作人员 继续运作 为协助教会 培养建造合神心意的 婚姻家庭 以及教会家庭施工的 信徒领袖 北美基督工人神学院 证书课程 开办适合当代 亲职教育和教会家庭施工的课程 把教会带回家 讲师是陈林真儿传道 课程时间是美西时间 9月11日到25日 每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4点 课程在Zoom上课 有意报名者 请扫二维码 或到基督工人神学院 官网查看详情 这就是今天开录者的 快看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请记得点赞 关注和转发哦 我们明天再见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